接下来的考验名叫欲望 阿阳将面对人间第一美女的诱惑 我们且看她能否克服人性中的弱点 为了保证考验顺利进行 法官化身为服务生出现 在她的怂恿下 阿阳走向那位美女要和她一起拍个照 但法官却动了点小手脚 美女一看到她 情不自禁地开始跳舞 边唱边跳 阿阳顿时看呆了 接下来幻觉出现 她甚至换了衣服与她互动 回到现实中 俩人真的跳起了舞 我意思要不看一会儿 最后跳累了 阿阳直接躺在床上 欣赏美女在一旁的万种风情 正聚精会神之时 被人拍了一下 一看竟是法官 他顿时想起经书里面说的 要把每个女性都当做自己的母亲或姐妹 便大喊了一声 这一次 虽然阿阳遭到了全场嘲笑 但他克服住了欲望 所以再次赢得了白球 而最后一个考验 叫做忏悔 法官提到了一件往事 原来他小时候过年放烟花 不慎将他家的祖宅点燃了 先来给了在家点蜡烛的姐姐 看到祖宅被毁 父亲暴跳如雷 姐姐因此愧疚一声 现在法官叫他去向姐姐坦白真相 并争取他的原谅 阿阳感到这个考验难如登天 姐弟关系中 大多都是弟弟爱姐姐揍 这事要坦白了 不得给他揍死 但如果阿阳不接受考验 那也只有思路一条 法官看他如此为难 说作为最后一项考验 我们给你设置个彩蛋帮你一把 灯一黑一亮 阿阳见到了一个人 竟是自己离世多年的父亲 原来他一直在陪审团中 父子子笑了没几秒 阿阳就挨了一耳光 因为他父亲今天才知道 当年房子着火是儿子干的 随后 父子俩下人间去找阿阳的姐姐 由于父亲的状态 与阿阳完全不同 所以在姐姐眼里 是看不到父亲的 听到阿阳坦白了当年的真相后 姐姐的情绪果然崩溃了 果然打了他 看到女儿哭 父亲也难过 丢儿子传话安慰女儿 最后在父亲的帮助下 阿阳成功得到了谅解 他们终于成为了和睦的一家人 只是可惜阴阳两格 这次考验顺利通过 阿阳得到了大量白球 不但装满了容器 甚至还多了出来 他十分兴奋 看来终于可以活着回去了 法官恭喜他反败为胜 还顺带给他带了一个好消息 他生前努力卖的豪宅终于成交 挣了一笔不菲的佣金 一想到能富裕的活下去 阿阳更加兴奋 法官这时却提了一个小小建议 你要不要把你的白球 让给下一位参赛者 因为下一位是和你有关的 也就是在车祸中 与你相撞的司机 阿阳却不愿意 毕竟这是自己辛苦挣来的 这些白球代表了这辈子 记下的德 法官倒也不强求 向他送上了祝福